大家好 我们来讲一下香港新特首李家超练气功的事情 昨天他接受中国央视的直播采访 然后说你喜欢什么运动 他说我这人最喜欢练气功 这个视频可能很多人都看过了 但是我给他重新加了一个背景音乐BGM 我们来看一下 同时您在选举中特别强调 未来香港在体育方面要有更大的作为 那好了 以身作则 您作为特首一方面工作繁忙 另一方面重视体育 您的锻炼是什么 我以前是继续部队 所以在运动方面都是有兴趣的 但是我当然不是一个有什么成绩一个运动员 但是我是跑步也是游泳的 也是打乒乓球 所以这几方面都有兴趣 但是我更做得多的就是练气功 我的气功方面的修养已经超过二十五度了 所以现在我每天都抽一点时间去练一下气功 这个对我来讲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养生的一个方法 其实我在一些比较没那么忙的时候都尽量抽一点时间去练气功 真的 我看到李家超说我最喜欢练气功的时候 我脑子里出来的就是周星石电影里面经常用小刀绘的训曲 这一般是大人物 我记得是《大话西游》里面 孙悟空至尊宝变成孙悟空以后 孙悟空出场的时候 我当时就是感觉 What 好像真的是一下子跳出一个孙悟空出来了 因为我们知道气功这个词 自从法轮功1999年那个时候 开始镇压法轮功开始 所有跟气功相关的东西 从以前所有人都在谈气功 到处都在谈气功 气功是没有任何禁忌的 到后来变得你只有在特定的范围 养生或者中医特定的范围才能谈气功 政治人物说我喜欢气功 大家想一想 这种是不是应该想这种背景音乐 政治人物 而且像李家超这样特别敏感的香港的新特首 说我这人特别喜欢练气功 所以对于有任何有一点政治嗅觉的人来讲 都是很震撼的一件事你知道吧 但是你笑完了以后你就想 为什么这里面有几种可能性 是吧 李家超要么这个人政治常识很缺乏 他都不知道气功这个东西在中国的政治界是一个敏感话题 尤其是我背后这个 这个其实就是法轮功 转法轮的标记 是吧 我只是把它放在这边 因为这里面法轮功 气功 李家超 肯定就会联系在一起 法轮功里面也有渐渐大量的道家 佛家 其实所有的气功都是这样子的 包括李家超自己练的气功 待会我们也可以看他到底练了什么气功 总之李家超要么就是政治的观念特别淡薄 你难道不知道吗 但是这个可能性照理说应该为零 中共对于法轮功在香港的存在一直是很敏感的 对吧 李家超作为一个香港的警察出身的这样一个人 他不可能不明白 能爬到现在这个敏感时期 爬到特首位置上 你怎么会不明白法轮功气功跟政治之间的关系呢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存在 那么有什么其他的可能性呢 这个就是难免会让人浮想联篇了 我在听到这个消息以后 推特上看到消息以后 我回的第一条推是这么回的 我说我听床的标题想好了 说97年就开始练气功 李家超头时习近平问路 平反法轮功 把江湖增伯一网打尽敢不敢 当然这是个恶搞 但是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 虽然很狗血 但是的确是有的 就是符合逻辑的可能性 这是一种是吧 就是李家超是习近平推出来的 那么习近平就通过这种方式来试探一下大家的反应 大家对于气功这个东西 现在反应还有没有那么激烈是吧 如果没有这么激烈的话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法轮功这个事稍微往回掰一点 然后因为法轮功我们主要就反江泽民是吧 但是胡锦涛也有 我记得胡锦涛好像也有参与什么630办公室的是吧 然后曾庆红不用说了是吧 然后薄熙来那个时候好像也是 据法轮功那边讲也是迫害过 在大连迫害过法轮功的 所以你想想如果说我能把法轮功平反了 我能把我的所有政敌一网打尽 这事你干不干 很符合逻辑是吧 不管你怎么想的 这至少是一种可能性 然后我们就要问了 我们回到刚才 李家超到底是练的什么功呢 这个东西其实是有据可查的 在几个月以前香港的一个媒体就已经 把这个新闻爆出来 只不过他没有从李家超自己嘴里亲口说出来 就在2022年4月24号 李家超花名叫叶问 练气功二十年 我不知道为什么叫叶问 我不明白 我不懂粤语 然后总是这里面讲的 李家超的气功方面是师父级 先后钻研七种气功锻炼身体 对他最为有效的功夫是自发功 与道家气功能打通其身体学位 七种这里面有没有法轮功呢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但是这是一种合理猜测 是吧 那么反正它列出来的是叫自发功 跟道家气功 道家气功我们就不讲了 自发功是什么 自发功是台湾的中央大学的一名教授 叫林孝宗 在1992年自己 也就是中国那个时候气功热 最热的时候 我不知道台湾怎么样 但是至少我想中国那个时候 1992年那个时候气功是 在中国每个月好像是 都能诞生几百种新的气功 反正全国到底到处都是气功 当然最有名的就是法轮功 还有什么中功 香功 是吧 当时很多 连我自己都有一点印象 当时练气功 到了多么痴迷的程度 我们当时高中吧应该是 高中反正高中大学 就是93年到9697年那个时候 每次我们早上要出操 旁边跑步的时候 旁边运动场面 就很多人在那边练气功 看起来似乎是法轮功 我不太确定 有这么练的 似乎是法轮功 反正92年 台湾的中央大学的林孝宗 创办了自己研发了自发功 他自己还曾经在台湾电视台 有一个讲述 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个经络系统包含体内的气叫做内气 是 体外的气叫外气 是 那还有经络 穴道当前 它是一个电的系统 就是我研究的话 它是一个电的系统 就是 气在体内的话是电流 在体外是电磁波 我们生命其实是有三个状态 一个是清醒的状态跟性免性的状态 我们大家平常每天都是这个状态 但是不知道还有一个气功态 哦 气功态是什么 在那个天气 在那个天气的话 它那个电流会变得很强 就是它很容易流动 电流推动力特别强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会 身心就会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状态 在这个状态 气很强 它会集中到生病的部位 或是说 抹一条经脉去通经脉 去治病 那这个很强气 它就会带你身做各种各样的动作 那这个动作呢 会有几千种几万种 包含 刚开始的时候通经脉 你身体会摇晃 会刀腿绕圈的跑 会旋转 有病的话会拍打自己的身体 或者说会做各种各样的那个动作的招数 最后 如果说你电到一个程度 最后它会接手印 就是说它完全过去没有学过 也可以 对对对 完全没有学过 因为它那个是人的本能 就是说你身体这个电的系统 我们在开发这些电路的时候 你自然就会有这些动作出来 包含打太极拳 包括太极拳 他过去没学过太极拳 但是因为电路开了以后 他就可以打出 到一个 到那个程度他就会打太极拳 你是自己是这样子吗 对对对 吕英中博士也是这样子 对 就到最后你没有学过太极 你居然可以打出 就会打出太极 各种拳都会 对 非常的神奇 然后自发工 它练的是什么样子 我找了一下大陆也有 然后YouTube上也有的视频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未必是正宗 但是我们看一下自发工 大概练的时候是什么样 这里面反正我也无法考证 我们就自己在里面对比着看 如果你是练七发工的 欢迎在评论里面给我们指正 他有自己练的 然后有几个人一起练的 那么还有是替别人发工的来替别人来强身健体 或者治病什么东西好的 所以我当然对七宫不是很了解 是吧 我没有练过 但是至少在形式上 跟中国曾经风靡过的那些七宫 其实是有相似的地方 相通的地方 或者说非常相似的地方的 它的理论跟法轮功的理论 有些地方是有些地方是连通的 是吧 有些地方 我不知道 但是在我看来这些七宫它的理论 电磁波 磁场 宇宙 天人合一 这个都是 然后气 是吧 关键是气这个东西 都是连通的 在中国国内应该也有 我在西瓜视频上搜到过相关的演示 所以它应该没有被禁掉 但是李家超通过这样把它放到台面上以后 中国对于气功的敏感度 会不会降低 会不会在这个地方造成某种变化 我们要静观其变 但是我们可以先讲一下气功这个东西 这个可以讲 我讲的时候可能有些法轮功的朋友 可能不高兴了是吧 你讲的里面有点寒沙摄影是不是 针对我们 本身李家超一旦说出来他练气功 就不可避免的会跟法轮功发生某种交叠 是吧 这个事情可能是好事 也可能是坏事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描述的是一些客观的东西 OK 不是在针对某一种气功 气功这个东西 古代是没有的 古代有气这概念 但是没有所谓气功的 只有不同的 比如说道家或者说佛家 或者说怎么样 民间的 它有一种通过运气或者练气这种方式 在它每一个里面都会提到气 但是它的体系其实是各不一样的 就是所谓的吐纳 就是吸气呼气 然后怎么样 然后配以肢体的运动 配以冥想等等这样子 在中国其实是没有气功这一说的 直到一九五几年那个时候 就是说中共建政以后 有一个老干部 这个人名字叫做刘贵真是吧 当时是好像是跟河北还是什么地方的 民间当时生了各种病 包括还有胃溃疡什么东西 病得很厉害 然后民间据说有一个人 他自己说的 有一个人老农民就教他依靠一个功法 然后他练了 就痊愈了 活蹦乱跳了 然后他就开始推广 在党内推广 一开始说党内是接受这种东西的 甚至还成立了一个什么研究院 就专门研究这个东西 但是到了五几年 五六年左右 那时候反右怎么样子的 那东西就叫停了 不可以了 然后后来又起来了 反右结束了又起来了 到了文化大革命又叫停了 甚至这个人刘贵珍被分为大毒草 是吧 因为这种跟传统有关东西 当时统一被分为分建的传统 一毒大毒草 然后到了1979年 那个时候邓小平把他翻过来了 这个气功又开始 一开始在暗地里 又允许你出来研究了 研究院又开始开了 到了八几年的时候就推向了公众 在那以前 一九五几年和六几年的时候 只在老干部群体 中共的老干部群体 高干群体里面 去研究帮着高干养生 到了八几年 就彻底推向了全国 为什么要推向全国呢 当时大家给你记得八几年的时候 有很多这种特异功能的研究 跟气功其实是在一起的 其实是一回事 OK 我翻阅了一些资料 我们又得到一个确凿的相关的档案 这个档案到目前为止肯定是没有解密的 似乎它的逻辑脉络是这样子的 说中共那个时候在研制新式的武器 然后就有人建议说特异功能 人体特异功能可以作为武器 比如说你能透视 甚至能够意念操纵物体是吧 这种可以我们人口基础大 我们可以发掘这个特异功能人士 然后特异功能似乎跟气功又联系在了一起 然后这个气功又是中国传统东西 中国经过文革以后 所有的传统的包括宗教什么东西全都打烂了 这个时候复兴中国传统的东西 几个东西这几个因素就处在一起的 就促成当时不管是对特异功能也好 还是对气功的研究就开始推广 首先允许然后开始推广 甚至推广到民间 然后就盛销成上 当时出现了很多特异功能人士是吧 据说可以听这本书里面 我一听这个书就能知道里面什么字 还知道还有各种各样的可以隔空取物 甚至有人说我坐在这发工 发到2000公里以外去可以把火给灭了 是吧 跟特异功能人在一起的就是气功 然后全民就掀起了气功热 练气功的热潮 然后到九几年就开始慢慢的聚合了 聚合成一个一个大的门派 前面我们讲的中宫 香宫 法轮功是95年 如果我们一说95年 李洪志他开始把法轮功成为一个门派的 然后发展起来的 1992年我们前面讲了 林孝宗在台湾做了这样一个自发工 其实我今天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 自发工 但之前似乎已经在练习气功人士里面 已经流行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而自发工跟法轮功形成在大概同一个历史阶段 然后都是由某一个人经过自己的练习研究 设计出来的一整套功法和一整套体系 当然法轮功可能还附带了一个相应的信仰体系 相比于自发工 这或许也是法轮功在中国被打成邪教的原因 因为你跟中共抢信仰这还得了 两者的表现形式我们刚才前面看到了不太一样 但是自发工跟当时中国所流行的很多其他的工 其他的流派表现形式挺像的 有的时候你看好像浑身不受控制的这样一个东西 这种表现形式挺像的 这也在后来一段时间抹 就是说这种气功是造假 这个里面中共很多材料里面就说 这个是好像跳大神一样不好看一样 以此来批驳他们的 但是我们刚才看到了跟自发工的一些表现形式 其实挺像的 我个人对于气功的态度大概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跟瑜伽挺像的 瑜伽里面我们练过瑜伽都知道各种各样的姿势 然后它有时候会让你吸气呼气 然后怎么样子 也是注重一个吸纳跟姿态的 是吧 和冥想的 其实所有气功里面所包括的 我觉得除了中国的元素以外 跟瑜伽里面所包括的其实差不太多 所以这两者呢 都是至少它里面部分元素 其实都是有利于养生的 比如冥想是吧 冥想本身这个东西是有利于人的身体调节 这个是已经论证过的 但除此以外的其他一些东西 比如穴位 经禄这个东西到底存不存在 这个只能说是一种信仰体系 你说你信这个 它就对你的身体有好处 你不信这个你自己也练不下去 然后对你的身体也没什么好处 我个人是这么理解的 我觉得所有信仰都是这样子的 我不认为这样子对于信仰有任何的贬低 OK 就是你信仰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对你就有效果 这个事情我并不是在贬低某一种或者所有的信仰 这本身就是信仰这种东西的原理 所以它适用于所有信仰 包括宗教信仰 非宗教信仰 甚至是包括无神论共产主义信仰 是吧 常看我节目都知道 我对信仰是比较推崇的 就是每个人多少应该有一些信仰 哪一种信仰本身其实并不太重要 是吧 只要你这个信仰不极端 不排他 不极度排他 每个信仰都是有些排他信仰的 但是你只要不极度排他 不极端 都是可以接受的 其实这个就是民主自由所要追求的状态 你只要不触犯他人的自由 你想干什么 你想信什么都可以 那问题来了 李家超先生 如果你信仰的是气功 你练气功 因为你信这个 所以你练这个 那你能不能容忍其他人的信仰呢 你能不能容忍像法轮功的信仰 你能不能容忍像反共的人的信仰 是吧 如果说你不能容忍这个 你认为这触犯了国安法 那么你凭什么要求别人来容忍你的信仰呢 有一天或许也有人会说 你练自发公式邪教 对你下手的 我们希望生活在一个世界里面 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就是说这个世界里面到底是不是邪教 不是由你一个党来决定的 更不是说你说了学教然后就动手了 我们需要有各种论证 有各种标准 各种走法律的程序 需要有充分的言论的自由来发声 如果整个社会对于某一种信仰觉得你太极端了 然后觉得你是邪教是吧 然后采取某种措施 达成了共识了 你在这个宪法的框架里面 怎么做都是可以的 但是你就中央政治局七个人拍个板说这是邪教 然后就开始设立一个什么办公室 然后该抓的抓 该镇压镇压 该辞退辞退 该迫害迫害 这个不是我们要的 这个才是全世界现在公认的邪教 独裁教 OK 这也是我们不希望看到香港变成的样子 虽然香港现在已经离这个样子差的不是太远了 但是在这个时候特首出来说我姓七公 会不会带来某些变化呢 是吧 后续会怎么发展呢 我们会持续的关注 希望有记者有胆子去问李家超这个问题 最后我要问练法轮功的朋友们 一个很尖锐的问题 如果习近平真的像我刚才说的那样 说要给法轮功平反 让法轮功在中国正常化 以此来打击他的政敌 那你们会不会欣然笑纳呢 惊善不改 绿水长流 下一次我们再见